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北京疫情突发相关的最新进展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在六月十四日发布的最新统计 在刚刚过去的一天里中国又新增了57个确诊病例 其中本土病例有38例 而北京新增的报告就占到了其中的36例 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表示 北京近日连续爆发确诊病例和核酸检测阳性病例 而且都与新发地批发市场关联 现在北京已经进入非常时期 本周五中国国家卫健委确认了两个月来的首例病例 原定下周一返校复课的小学生被要求继续在家 疑似疫情爆发中心的新发地批发市场已经被关闭 此外为了防止蔓延 政府部门还关闭了多个大型菜市场 法新社记者在周日前往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现 市场入口已经被封锁 数百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在周围看守 新发地附近的一个蔬菜市场还在营业 有卡车来往运送或者是收获 一位司机对法新社表示他正在运送蘑菇 准备送到北京的各个超市和餐厅 他把口罩拉到下巴说 还怕吗 不怎么怕 无论怎样没有其他选择 我是社会最底层的议员 为了谋生就必须工作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的报道 北京市多日出现了新增病例之后 辽宁江苏山西黑龙江等地也对北京发出了旅游警告 表示如果不是必须市民近期不要前往北京 北京的有关部门下令对全市范围内的超市仓库 餐饮服务机构的新鲜冷冻肉类家禽和鱼类进行食品安全检查 纳贝斯基所在的北京食品市场卖西红柿和樱桃 他告诉法新社说顾客比平时要少 人们很害怕 而肉店不得不关门 这种疾病真的很可怕 有一位顾客表示只要戴上口罩应该没问题 不管怎样也得买吃的对吧 有一名新确诊的56岁的病人 就是机场的司机 他曾经到新发地市场购物 六月五日出现了乏力头痛等症状 六月十二日出现发烧 后来被确诊感染了病毒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中国疾控专家表示 北京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 没有必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但是需要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 比如新发地社区直营店 以及其他相关联的小区 饭店食堂等场所 都要开展人员环境食品检测 南方航空有一个班机 从孟加拉的达卡到广州的航班 发现了多名乘客新冠病毒核酸呈阳性 而民航当局决定对该航班采取熔断措施 从六月二十二日起暂停航班航线运营四周 而原定将在下周召开的国家统计局的例行发布会 也因为现在在北京的疫情突发状况 而临时取消 引起了外界的不少关注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的报道 文章介绍到随着中国创建了东亚加密计划 还有和美国的相关加密计划 形成了竞争的态势 全球数字货币的霸主竞争似乎又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在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有十位委员提出了一项由人民币日元韩国的韩元还有港币所组成的数字货币计划 这样的提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因为这十名成员中包括中国领先的旅游服务商协程网的创始人 他是中国顶级的风险投资人 同时还有香港的前政治家前公务员唐英年 他曾经担任特别行政区第二高的郑务司司长一职 由于中国的央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已经在深圳还有其他四个地方测试数字人民币 因此这样的提案符合国家将其主权加密货币投入使用的相关项目 提案中的十名成员表示 适合由私营部门主动创建区域性的数字货币 该框架有望在政府的认可下获得通过 虽然计划中的区域加密货币价值将有一篮子四种货币支持 但是根据提案背书的比例将由相关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决定 因此人民币和日元将分别占到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二十 提案设想建立一个跨境支付网络 企业之间使用数字钱包进行交易 创造者表示网络有助于扩大国际贸易 因为它将减少外汇波动的风险使得交易能够顺利进行 网络将被定位为支持日本中国和韩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 分析人士表示 这也是建立一个结合数字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新的贸易区的尝试 在美国迫切要求与中国脱钩之际 中国可能也在基此试图维持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 这样的提议显然符合中国在国际上增加其货币使用的动力 随着美国接连禁止以美元为基础的交易 作为对敌对国家的制裁 中国正在急于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支付网络 而迄今为止美元在国际商业交易中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将Facebook在去年六月份宣布的Libra加密货币计划 视为竞争对手后加快了对数字人民币的研究 在中国看来以美元为中心的Libra似乎与伪装成货币篮子的数字美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而随着东亚数字货币的最新计划出台 中国将成为利用货币篮子推动其货币更广泛国际化的国家 与此同时由Facebook组织的管理数字货币的Libra协会 在四月又宣布了一项新的计划 提供有美元和欧元等单个法币支持的独立币种 搁置了最初的一篮子货币计划 这样的变化反映了金融监管机构的担忧 其中包括在一个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对于单新Libra货币篮子的中国来说 新的计划涉及发行Libra代币 而这些代币甚至更接近 如果不是等同于数字美元 此外修订后的Libra计划表明 如果有了数字美元等央行数字货币 Libra网络不仅可以调整自身作为支付平台 还可以抛弃自己版本的单一数字货币 虽然美国的货币当局被认为对加密货币持谨慎态度 但是实际的立场仍然有着不确定性 而中国的数字卵资货币计划则表明 该国正在开始一场公司合作 以设计和推广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跨境数字货币 在这样的背景下 预计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呼吁货币当局和科技公司加强合作 帮助开发跨境数字美元或者是跨境数字英镑等对等项目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观察人士表示随着五眼情报联盟成员联合起来 共同应对日益强硬的北京 中国也正在准备迎接五眼联盟的更强反击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和该联盟成员在一系列问题上 从病毒大流行到香港问题到5G技术发生冲突 五眼联盟内部越来越明白 单独或者是逐一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 但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的协同努力并没有被忽视 中国国家媒体强调了五眼联盟集团采取的对应行动 两年前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 联合行动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的拘捕激发了北京的愤怒反应 北京认为此举是这些国家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 在几周之内北京就以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两位加拿大人 北京还对美国对于科技交流进行限制 包括对于中国研究人员的签证申请的限制进行了反击 而今年随着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爆发了新冠疫情 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美国指责中国允许病毒传播到国境之外 而澳大利亚的总理莫里森带头呼吁调查病毒来源 北京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报复 对大麦征收关税 并且警告其公民还有中国学生不要去澳大利亚 上个月美国和英国谴责北京为香港制定了国家安全法 英国表示如果香港人想离开香港 那么联盟将分担责任 地缘政治和战略咨询公司天津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五个五眼联盟的成员现在开始采取一致行动 他表示现在英国在5G问题上迅速改变政策 五眼国家同意建立一个由民主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所组成的 D10就5G技术进行合作 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说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迅速地调整了五眼国家 就中国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战略思维五眼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协调一致和更加开放的努力 以围绕具有共同价值观和战略思维的国家开展经贸合作 而专家表示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更多了 莫里森尤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如果五眼联盟合作打击中国这并不奇怪 甚至G7国家也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 现在莫里森坚持反对中国对双边关系非常不利 目前看来莫里森已经准备好牺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来为价值观进行站台 而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情报专家则表示 联盟成员越来越愿意在一系列问题上发声 表明中国之前的战狼外交现在已经适得其反 如果说战狼外交是为了恐吓以引起服从 那么现在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现在政府机构之间有这种五眼联盟接触 合作范围远远超过了情报领域 他们很乐意在公开场合承认这种联盟关系 而合作也没有停止在五个成员国之间 以印度同意从澳大利亚购买更多的大麦为例 法国甚至德国日本印度等与联盟友好的国家都开始了和五眼联盟的合作 以综合中国的威胁 五眼联盟认为如果他们要单独应对中国就会被中国打败 所以想要在北京有任何牵制力 他们就必须协调应对 因为中国的做法就是单一胁迫一个一个的打击 就在两周前印度和澳大利亚统一就印太问题的海上合作发表联合声明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这表示曾经被认为不大可能成型的联盟现在已经崭露头角 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美国专家石英红则表示 五眼联盟的压力将使本就在经济方面举步维艰的中国发展更加复杂 尽管美国和其他四国在对华政策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但是五眼联盟仍然是一个坚实的联盟 他表示对于中国的威胁虽然可能不会有团结一致那么大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各自的考量和外交议程 四个国家也不会完全步调一致的跟着美国走 但是作为传统盟友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协调应对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国在病毒大流行制约了全球商业的情况下 居然成为了美国出口商今年的难得亮点 两国在四月份的贸易额上升到了三百九十七亿美元 比之前的一个月增长了近百分之四十三 超过了墨西哥和加拿大 这样的月升是在一月份签署贸易协定之后 中国同意大幅加强对美国农产品还有其他商品的采购 美中贸易额仍然远低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创下的六百一十四亿美元的记录 而病毒的大流行的经济后果也让大家怀疑中国是否还有能力 实现贸易协议中所设定的那些雄心勃勃的采购目标 不过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计中国可能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现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达到贸易协定所规定的购买条件 协定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量要比二零一七年增加两千亿美元 不过美中贸易协会的主席艾伦表示不仅应该根据购买目标来判断协议 中国承诺缩减监管措施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具有更多的长期意义 在知识产权农业和金融服务的监管变化非常大 他这样表示现在中国在执行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方面到底会有走多远 这还有待观察而这一直是美国公司的痛处 他们表示中国的竞争对手侵占了他们的商业机密而不受惩罚 但是至少有一项指标也就是农产品的购买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加大了购买力度 美国农民在中美贸易战中首当其冲 因为中国通过缩减对大豆玉米还有其他农产品的采购来报复美国的关税 但是在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对于玉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的采购量 提升到了比贸易战前更高的水平 而且中国已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的买家 比如在截止六月四日的五周内 中国购买了美国大豆总销量的三分之二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与中国的关系焕然一新带来了经济利益 但如果两年采购目标不能实现 那么中国采购目标的巨大缺口也有可能会给川普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带来很大的挑战 除了贸易紧张局势之外两国之间在其他领域的紧张关系也在不断发酵 包括中国对香港的举动以及美国对于中国处理疫情的批评 病毒让中国在政治上变成了有毒的东西 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史剑道这样表示 即使美国的出口是以某种方式走高的 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 他也不能够再给总统带来他政治上所寻找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宣称第一阶段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是和中国关系的成功 围绕中国是否会达到目标 政治上的喧嚣已经越来越多 参议院斯科特在六月十一日置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表示如果中国未能遵守购买目标 那么必须要让中国承担责任 在公开场合尽管有压力和不足 但是中美两国关系都表示他们正在试图促成这样的协议 在五月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罕见的发表声明表示 中美两国官员一致认为尽管目前全球卫生形势很紧急 但是两国都充分期待中国可以及时履行协议规定的任务 而中方的对应声明则表示双方正在努力为贸易协议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三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同时露面 预计将面临有关于贸易协议的质疑 即使全球经济强劲 各国也需要许多项目的贸易额 以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才能够达到购买目标 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鲍恩表示 我一直怀疑这些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出于经济原因 甚至在大流行损害中国还有全球经济之前 鲍恩先生计算中国今年需要购买一千七百二十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才能够实现二0二0年的目标 目前统计了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 中国大概需要购买五百八十亿美元的商品 然而到目前为止根据鲍恩先生的计算 中国只购买了二百六十亿美元的商品 还不到二0二0年目标所需要的一半 协议规定二0二一年的目标更加激进 更加有力的经济条件 可能会让中国在第二年有更好的机会达到目标 中国在二0二0年的农业目标方面只完成了一半 虽然已经完成了美国部分农作物出口的一半 对于一个购买超过百分之六十出口商品的国家来说 没有办法将购买这些商品的份额翻倍 而对于其他的问题 金融市场的暴跌将是一个深刻的挑战 中国在美国承诺的能源购买量中只占百分之三左右 二0二0年全球能源价格的暴跌 让实现这样的目标更加遥不可及 同时经济需求的放缓意味着即使是中国今年 也不需要像预期那样使用更多的能源 一月份签署贸易协议时 一桶油的交易价格大概是六十五美元 四月油价跌至了每桶二十美元以下 甚至转为复制 这对于以美元总额达成的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每桶油只有二十美元的情况下 中国必须购买超过三倍的石油量 才能够达到与石油在六十五美元时相同的目标 最后中国还同意促进服务贸易 现在在为狙击病毒而实施的旅行限制中 这个目标可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有一半以上是通过旅游和高等教育进行的 所以这些限制措施直接阻止了这类活动的发生 同时协议的监管条款为美国银行信用卡网络保险公司和投资者 在中国开展业务铺平了道路 为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带来了多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之一 也是在服务业目标落空的情况下 企业可以获得胜利的唯一一个方面 如果说有什么的话 那么这一场病毒为川普政府提供了一个借口 尽管中国在实现不合理的购买目标方面缺乏进展 但是还是需要继续进行交易 鲍恩先生这样表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官场相关的消息 北京时间六月十四日 重庆市的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邓恢林被调查 这是自广东省的前政协主席朱明国被查以来的第四位重庆市的公安局局长被查 根据中纪委的消息 邓恢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一九六五年出生的邓恢林曾经长期在湖北省的经济系统任职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担任宜昌市公安局局长 从此正式进入了警察界 后来又担任了湖北省的公安厅副厅长 在中央短暂逗留两年后下放重庆担任副市长党组成员是公安局局长和党委书记督察长还有市委的政法委副书记 根据报道在邓恢林二零一七年入职重庆之前曾经有两年任职没有公开 截至后来空降重庆后 官方简历显示他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到二零一七年七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兼反分裂指导协调室的负责人 邓恢林空降重庆的时候 当时媒体有很多报道 重庆一直以来人事动荡 先后其前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和挺被查 后来又有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 外界注意到当时重庆市进行了新一届市政府领导班次的更换 有一半都是新的面孔 而邓恢林接任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职位 外界经常把它叫做高危职位 在邓恢林之前 重庆公安局先后四任局长落马 分别是朱明国王立军还有和挺 二零一七年六月和挺被免除了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二零一二年被视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黑干将的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 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馆 引起了外界很多关注 从而引发了随后的薄熙来事件 王立军也因此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王立军之前在广东省政协主席任上因为贪腐落马的朱明国 也曾经在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六年担任重庆的公安局局长 此外曾经在二零三年到二零零八年担任重庆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文强 在薄熙来唱红打黑期间入狱 在二零一零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并且被执行 而邓惠林这次落马除了与重庆公安局似乎是魔咒一样的关系有关 还有另外一点引人注目就是他曾经担任孟建柱的秘书是孟建柱在任时的办公室主任 而孟建柱由于近期孙力军的落马也让他的仕途前景蒙上了很多阴影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邓惠林这次被查与他在重庆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关系 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参与了当年对于周永康的调查 而当年在彻查有关周永康相关的案件时 很多具体的案件资料是交给湖北延昌当地的公安局来进行细致的调查 而在邓惠林逐守其调查时 他既得到了孙力军的赏识也得到了孟建柱的赏识 而邓惠林之所以能够火速上升成为湖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也与他受到了孟建柱和孙力军二人的赏识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他又成为了政厅级的干部 随后成为了中央政法委的负责领导 而我们知道办公厅主任的前任正是周本顺 而他后来成为了河北的省委书记 可见这个职位对于仕途的攀升是一条利静捷径 一般认为邓惠林这次落马意味着对于孙力军和孟建柱 以及他们相关关系网内更多人士调查的总开始 而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人物 而知情人士也表示现在针对孟建柱的调查似乎正在渐渐收网 剩下的一个遗述就是孟建柱本人由于身体不好 所以其实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对他本人进行追责查问 另外一种就是由于他身体不好而放过一马 但是不论怎么说 孙力军和孟建柱以及二人所涉及的庞大的中国公安网络 已经牵扯到的中共权力体系的最高层 甚至有可能会涉及二十大的人士部署 而这样一盘棋究竟会怎么下 恐怕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共官场人事变动的重要观察点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帝老板何享健的一条突发新闻 根据六月十四日下午的消息 有媒体以及网友陆续爆料美帝的创始人何享健在自家的别墅竟然遭遇了歹徒的挟持 而歹徒身上当时有枪支还有炸弹类的杀伤性武器 并且歹徒身份具体诉求并不明确 而目前当地的警方已经介入正在协调谈判中 具体的进展还需要官方进一步透露确认 根据居然财经 今天下午有几位歹徒进入了位于顺德的军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 A六十号住宅 而何享健的儿子何建峰从别墅旁边的河中游到对岸进行报警 警方在当地时间下午十七点三十三分左右接到了求助 因为疫情期间何享健一家都住在国内 包括儿子何建峰以及儿媳还有儿子孙子 目前警方已经包围别墅周围并且在介入谈判 根据了解何享健平时在生活中并没有配备保镖 居家出行也比较随意亲民 何享健家在二0二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排名第四十一位 家产总共是二百六十亿美元 而根据中国著名的财经自媒体人的透露 何享健很早就安排好了美帝集团的交接班计划 集团现在是由方洪波在管 战略和管理被外界认为水平相当高 以前是东风汽车报工作人员 而何家的少爷何建峰现在主要是在做投资 主要的平台是迎风控股 旗下资产的规模也相当之大 而一般认为资本圈都了惜迎风是义方达的大股东 现在有关于事情的进一步进展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但是这样的消息已经引爆了中国的网络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移民相关的一条消息 一起来看到媒体的相关报道 文章介绍说川普政府在暂停批准海外移民申请美国居留权的绿卡申请后 现在也停止处理已经在美国居住的绿卡申请人的申请 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在本周告诉员工 对美国境内移民提出的永久居留权申请 仍将实行普遍搁置 但他在周三的一封电子邮件以及媒体看到的其他内部通讯中更新了一份豁免清单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的所谓普遍搁置计划是从何时开始实施的 豁免的情况包括医疗提供者的申请 这一部分申请仍将继续继续 而美国移民局还允许移民官将这些在豁免之外涉及紧急或者敏感事项的申请 提请他们的主管进行考虑 美国移民局方面表示暂缓处理目前美国居民的绿卡申请 是源于疫情期间暂时停止面签服务的相关计划 该机构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入籍的相关事项 而此前入籍仪式也因为疫情而中断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正在进行紧急调整身份面谈 还有在对抗与疫情相关的事件中 未来将开始恢复其他的面谈服务 而此前报道美国移民局的员工收到了有关于扣留的额外指导 表示这与川普总统的四月份的行政命令有关 这样的行政命令暂停了大多数海外移民的入境 该公告曾经豁免了已经在美国居住的绿卡申请人 而后来美国移民局承认 它在总部工作人员用来保留指导记录的内部网站上 发布了那份材料 但是表示其中包含了不正确的信息 后来这样的消息被撤下了 这个帖子中的日期还有对行政命令的引用是不正确的 该机构表示现在帖子已经被删除 这并不反映当前的裁决指导 而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移民局的资金完全来自于申请费 由于该局表示在疫情下处理有关申请数量的急剧下降 导致该机构出现了资金短缺 因此现在正在向国会寻求十二亿美元的紧急拨款 根据代表美国移民局工作人员的工会 也就是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一九二四分会的数据 如果国会不能够补充该机构的财政资金 那么预计该机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人员将被辞退 而辞退的消息最早可能在下周就发出 有一位处理美国居留申请的美国移民局员工表示 大部分机构员工现在已经开始远程办公 可以处理入籍以外的事务 对于一个陷入财政危机的机构来说 我被分配到的申请数量少得惊人 我们可以从中收取费用 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移民局员工表示 因为他害怕受到报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六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CNN的报道 文章表示两名美国官员还有一位西方的外交官 在周日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在本周初在夏威夷与中国官员进行会面 根据一位熟悉此行的美国官员透露 蓬佩奥预计会在会晤期间讨论广泛的问题 而会晤将在西卡姆空军基地举行 消息人士表示 蓬佩奥在夏威夷的实地停留时间将只有二十四小时左右 这样的消息此前由华尔街电视已经为您介绍到 而国务卿的这次会面正值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数月以来不断升级之际 因为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还有中国立法机构投票决定在香港实施一项极具争议性的国家安全法 中国官员最近还试图利用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 以及在美国引起的动荡 导致蓬佩奥上周表示中国方面的努力是可笑卑鄙的宣传 中国的外交部则表示蓬佩奥的言论很可笑 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蓬佩奥将与哪些中国官员会面 目前也没有带记者出访的计划 而现在CNN已经联系中国大使馆置评却没有得到回复 国务院目前拒绝发表评论 两名西方外交官解释说 该部门一直对计划严加控制 让盟国的外交官对蓬佩奥的议程感到十分好奇 本月晚些时候国务院的最高谈判代表马歇尔比林斯塞亚 将在维也纳与俄罗斯官员会面讨论军控问题 而比林斯塞亚在推特上面表示 中国人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但是中国方面却拒绝了这样的邀请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北京方面有关的消息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 北京市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丰台区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处理工作 在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召开了会议 研究了对丰台区有关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失职失责问题的初步调查和处理事项 是由市委书记蔡奇来主持会议的 会议记录显示 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北京连续发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在确诊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溯源中 发现均有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时 或者是有关人员的接触时 在六月十三日市纪委市监委成立了调查组 针对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失职和失责问题 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经过查明表示 丰台区副区长丰台区花香的党委书记 还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总经理 在防控工作中存在着落实责任不到位 要求不利消毒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因此市委常委决定给予其人免职处理 按照相关程序办理 而市委常委还表示要继续深入调查 依据情况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一次市委常委会议没有对蔡奇的更多表态进行详细说明 而一般外界普遍认为 北京市现在出现这样大的问题 蔡奇作为北京的一把手难接断 美国的经济因为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造成了成千上万家企业的倒闭 然而预测人士表示 失业数字将持续数月居高不下 库德罗对媒体表示 我想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二零二一年将是非常坚实的一年 他表示联邦政府每周发放六百美元的失业补偿金 可能在七月底如期结束 有四千多万失业工人领取联邦政府的失业救济 而这还不包括各州发放的失业救济金 他表示我们付钱给那些不工作的人 在某些情况下这比他们的薪水还好 他说在冠状病毒导致企业倒闭的早期阶段 对于失业工人的这种救助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在经济复苏之际 这种提振是没有意义的 不过他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设想为下岗人员发放某种重返工作的奖金 不过这一数额不及已经支付了两个半月的每周联邦失业补偿金 有一些国会议员建议给反港工人一次性发放一千二百美元的津贴 库德罗表示州政府的失业补偿金不会结束 但通常只相当于不到一半的工人工资 在美国五十个州之间州失业补偿金差别非常大 尽管库德罗对于美国的经济做出了乐观的评估 但是他表示美国继续出现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 是阻碍复苏的一个担忧 美国官方公布的五月份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十三点三 不过官员们表示如果算上调查的误差 那么失业率应该是百分之十六点四 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在周三预测 美国失业率到今年年底将降低至百分之九点三 到二零二一年底将降至百分之六点五 而这比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要更加乐观 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承认 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继续面临就业的困难 他在发布会上表示失业率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经济衰退并没有对所有的美国人造成同样的影响 失业率的上升对于低工资的工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 还有西班牙裔来说尤其严重 最后再要为您带来的是美地创始人受到挟持的相关消息的最新进展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经为您报道过相关消息 之前有消息指美地的创始人何享健遭到了挟持 而何享健的儿子何建峰从自家别墅旁边的河中游泳到河对岸进行报警 六月十四日晚十七点三十三分 在君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A六十号有人求助 表示有人进入屋内疑似携带了爆燃物品 之后警方前往处置 而君兰国际高尔夫生活村是由美地集团投资开发的顶级豪宅社区 离美地总部步行只有二十分钟左右 针对这样的传言美地内部人士对于泰传媒表示 没事没事一切平安 消息还要等集团公布 但是没有否认这样消息的存在 而此前根据流传网络的内部消息截屏 美地方面已经向集团内部进行了通报 而截止目前美地集团尚没有对这样的传言做出官方的表态 但是至少从消息来看 现在何想见以及家人的人身安全是有基本保障的 而至于劫持者的诉求到底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更多的消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帮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